黃泉琳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瑤鴻 距離上一次拍怪物彈珠應該真的是3、4年前了 今天我們來挑戰一下黃泉琳 五分鐘以內通關 對因為其實我剛回鍋啦 所以我那時候回鍋的心願就是 把以前一些可能打不過的關卡 然後來把他通關這樣 那這個黃泉琳呢其實我打蠻多次的了 然後後來越打越發現 唉唷好像有機會來挑戰一下五分鐘以內通關喔 然後順便讓大家看一下我的英雄學院合作到底是有多變態喔 你看像我們第一關這邊有沒有 他這樣子隕石炸來炸其實就差不多了 唉可是這個我沒有帶走完了 這樣會有點拖時間 那要挑戰五分鐘以內通關 其實不外乎就是你不太能思考 然後巨能要一次到位 像我剛剛拿破崙就失誤了 就沒有巨能到這樣子 還蠻可惜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第二關 花了27秒 我覺得可能有點久啦 不知道是不是錄影的關係 可能會比平常慢 不過還是想挑戰看看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打最快的是5分01秒 我就想說那會不會一錄影就成功 也不一定 我們就試試看各種方法有沒有 好像我現在這邊又卡到了 又沒有對黃拳照顏傷害 這樣子就是又可惜了一回合這樣子 好那我回來完之後也發現 阿天啊我這一回合是幹什麼去了 回來完之後也發現一些角色受神化很強齁 包括像我現在用的就是拿破崙 我以前玩的時候他還沒有受神化 然後他現在受神化之後就是 多了一個什麼 掃雷者M 然後那個神殺手也變成M 這樣子就 還蠻打這關就還蠻有力的啦 就等於說應該是這一關的S級神角了 就是第一號會想到他 好OKOK這一回合打的蠻快的 感覺還是有機會3分鐘以內 好那這一關的黃拳雖然有板塊齁 不過板塊不會在我們的影響範圍內這樣子 好OK這樣就帶走了 這一關主要就是掃雷這樣 好目前1分45秒可不可以呢 究竟可不可以在5分鐘以內通關 錄影來改運看看這樣子 說不定就真的成功了 好快點快點 我需要 我需要速度 好他真的給我一雙血血 給我一雙速度 好不過不是這個速度 我需要的是通關速度 快 好這邊技能都跳起來了齁 這一次的合作的那個角色CD好像也都蠻短的嘛 好這個是王的前哨戰了 下一關就是BOSS了 所以我們這一關也是一樣 快點 快點通關快點通關 欸其實我發現錄影真的會緊張 我要一次聚能到位 然後又更手抖了這樣子 就是 錄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壓力存在 不過這樣也好 這樣子才會激發更多潛能出來 說不定等一下我就5分鐘以內通關了 加油加油加油 好這邊出現傷害幣 沒關係齁 這一關的傷害幣其實 不太痛 對然後我這樣一邊講 我又沒聚能到 然後又撞了一下傷害幣 因為5分鐘以內通關 真的就是思考速度要比較快一點點齁 那相對失誤率可能就會提升一點點這樣子 因為你思考時間變短了嘛 那可能射出去之後的結果跟你想的不太一樣 好這邊有傷害幣 沒關係 我們直接殘血進關好不好 也沒有那麼嚴重 我以為這樣撞一撞之後 血就歸零了 好啦現在王關 那其實我自己私底下打的時候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開招太浪費時間了 所以我覺得這邊我們應該要試試看 如果不開招 會不會就是 比較快一點點 或許是會的喔 啊 我剛剛搞錯方向了 我剛剛看成另外一隻 通膠洞 所以 我的方向一開始起步就錯了 五分鐘以內究竟可不可以 好來 我們這邊要認真了齁 就算緊張我們也要聚能到位 好這邊帶走喔 一血帶走 一血帶走 還有兩條 啊不要吃鞋子不要吃鞋子 不要管鞋子了 快點讓我進關 目前多少 3分53 喔這也太緊迫了吧 可以嗎可以嗎 覺得緊張 好緊張 才好這樣子 我們才有 激發潛能的機會 好這邊 拿破崙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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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直接開下去好了 雖然說會浪費時間 不過 看能不能賭一回把它帶走吧 好可以可以可以 帶走帶走帶走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好4分24 4分24 哇 天啊 緊張緊張刺激刺激 究竟可不可以呢 哇 我覺得機會有點渺茫的感覺呢 怎麼辦 快點 還有機會 招式 招式開下去好了 5分以內究竟可不可以 可不可行 快去射他 啊 最後的冰柱射下去 啊 沒過 完了 我覺得這樣應該沒有5分鐘內了 啊好可惜喔 等一下說不定還有機會 說不定還有機會 好有有有 打過打過 來快點看成績結算 喔我好緊張喔 幾乎整場都在拚速度欸 然後因為錄影的關係 害我好多次都沒聚能到 可惡 快點成績結算 到底有沒有5分以內 啊 5分11秒 沒有過 可惡 好那我們只好下次再戰了 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謝謝你的觀賞 還看的開心嗎 喜歡的話記得給我一個GP喔 也歡迎按讚我的粉絲團 鎖定我更多動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